大家好,我是老孙 前些日子分享了一集红白机上的山寨游戏大合集 这些东西与其说是游戏啊,还不如说是一头头的屎 它们存在的意义呢,就是恶心理 当你玩了它们之后啊,那种被山寨支配的恐惧感啊,毕生难忘 不仅你红白机上有山寨游戏,身为16位级的MD上呢,也有 在90年代中后期啊,当大陆的山寨厂家呢,还在红白机上忙碌的时候 台湾的厂商已经偷偷地把目光瞄准了更高级别的MD 在MD上啊,推出了一大堆的游戏 呃,不过这些游戏嘛,你懂的,还是山寨游戏 先说这款火烧赤壁,这个游戏山寨的呢,是卡普空的经典名作吞噬天地2 话说吞噬天地2啊,真的是山寨厂家最喜欢的游戏之一了 不仅仅是因为它超高的知名度,还因为卡表当年啊 竟然没把这个游戏移植到任何家用主机上 这真的不是卡表一贯的风格啊,所以这就给了山寨厂家机会 你不移植没关系啊,我们帮你移植呗 我曾经吐槽过FC红白机上的那款山寨的吞噬天地 那个游戏的手感跟判定啊,简直就是一坨屎 而这款MD上的火烧赤壁啊,比红白机上的那款啊,还要烂 这个游戏的开场画面呢,同样还原度非常高,该有的都有 而且人物跟阶级版一样,也是有五名角色可以选择 一个都不少,让人产生了不小的期待 进入游戏后啊,画面首先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没有了码,但是画面的颜色鲜艳,人物够大 各种动作啊,也做的有模有样 除了这个前推的动作距离好像短了点 其他啊,都没什么毛病 各种敌兵的形象呢,也做的不错 不过啊,这背景音乐竟然是 哈哈,这个游戏的音乐居然是男儿当自强 我曾经吐槽过一款山寨版的霍原甲,它的开场音乐居然用的是葫芦娃的主题曲 而这款火烧赤壁的音乐却是男儿当自强 你们这真的是乱弹琴啊 做几首BGM就这么难吗 看看FC上诞生了多少神曲 人家把如此简单的迷地音乐都做得那么好听 你说你们情何以堪 这期的背景音乐呢,就来个FC名曲串商好了 反正比这些山寨游戏里的音乐要好听太多了 这个游戏的手感之差可以说是升凭警戒 因为人物在移动的时候呢,竟然不能出招 当你控制人物走路的时候 无论怎么按攻击键,它都不会做出攻击动作 必须先停下来,然后才能出招 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明白的人会觉得 诶,明明前面就是敌兵,为什么你不出招 问题是我出不了招啊 我的按键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处于失灵的状态 你叫我怎么出招 跟主人公相反的是啊 这个游戏里的敌人呢,一个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就算对着空气,它们也会不停地攻击 使用各种招式,一刻也不停歇 而一旦把你打倒了之后啊 它们就会左右抱加 在你的身边不停地做攻击动作 所以在这个游戏里啊,每一次倒地呢 都是一场恶梦 因为我压根爬不起来啊 加大攻击频率,别让它起来 注意,它又要爬起来了 快打,弄死它 这个游戏的难打呢 不仅仅是因为别角的操作和敌方疯狂的攻击频率 还因为这个游戏啊,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要素 摔头 摔头呢,是阶级版吞噬天地里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或者说是一个战略系统 在阶级版当中啊,不仅靠近敌人的时候 可以抓住它进行摔头 还可以利用普通攻击的最后一下 把敌人吸过来 然后把它扔上前面或者后面的敌人 摔头不仅本身的威力很大 最重要的是啊,它还能把敌人都掀翻在地上 所以在阶级版当中 就算四面主割 但是只要合理地利用摔头剂 就可以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 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表 可是在这个游戏里连出招都很难 还想要摔头 别做梦了吧 当我被这些打了鸡血一样的小兵一顿狂殴之后 开始尝试能不能利用箱子卡个位什么的 也许能打得稍微轻松一点呢 但是让人无语的是啊 这个游戏里的任何箱子都可以阻挡主人公的去路 唯独阻挡不了敌人 他们可以无视一切的障碍物 轻松穿越这些箱子 然后过来揍我 这个游戏还有一个让人无语的地方 就是无法换人 因为它压根就没有换人系统 当你的三条命都挂了 这个时候如果点续关 那么从天上掉下来的呢 还是你刚刚使用的人物 如果想换人 就只有一个办法 从头开始打 说实话 这个游戏呢 已经不能用屎来形容了 它简直就是屎中的霸王 屎太龙 好吧 赶紧让它滚蛋 我们继续下一图 一门英烈 杨家将 这个游戏同样是台湾公司的作品 虽然故事背景套用的是杨家将的故事 不过咋一看呢 倒好像是一个原创游戏 游戏当中啊 一共有四名角色可以选择 杨宗宝 杨叶 杨六郎 木贵英 同时每个人物的一些简单的数据呢 也写在旁边 咋一看还不错 似乎挺有诚意的哦 这个游戏呢 同样是一个标准的横板动作游戏 敌方角色的形象啊 很多都让人觉得 好像在哪儿见过 比如这种光头敌人 总觉得是从超胸柜里穿越过来的 对于这个游戏的动作系统呢 我倒没什么好吐槽的 虽然单调 但是该有的都有 包括摔头剂 只是这摔头剂的威力啊 小得可怜 还不如一下普通攻击 不过不管怎么说 有了这个动作呢 游戏就好打多了 很难再出现被敌人围殴 却无法还手的情况 在打了一会儿之后啊 我越来越觉得杨宗宝 无论是外形还是招式 看起来都很眼熟 但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 直到我按了一下保命技能 他做出了这个动作 哦 这不就是吞噬天地里的赵云吗 杨宗宝不但招式 就连外形呢 也跟赵云非常的相似 难怪看了觉得眼熟呢 他同时还会揭霸领 美国兵的剪刀脚 嗯 不愧是杨宗宝 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和他比起来 另一名角色杨六郎的武艺呢 就要单纯多了 因为他只模仿一个人 关羽 跳膝 顶牛 大回旋 普通攻击 还有悲人 怎么样 是不是每一招都得到了官二爷的真传 而另一名角色穆桂英 他算是个半原创的角色 一手扔飞刀的绝华 让人想到了吞噬天地里的三美 不过他的飞刀呢 只能往地上扔 并不能像吞噬天地里的那些飞刀一样 完全忽视地心引力 这游戏里唯一的一名原创的角色呢 是杨叶 至少我认为他是原创的吧 当然眼尖一点的话呢 还是能看出 他的招式啊 其实和吞噬天地里 骑在马背上的关羽很接近 但是我认为 还是应该给他发一张表扬卡 就算你是原创的吧 在游戏的中后期呢 我来到了一座断桥上 又觉得这里很眼熟 仔细想了一下 嗯 这不就是吞噬天地第三关的那座桥吗 不但是这座桥 就连接下来的着火的场景呢 也差不多 而这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啊 此后还有不少 说实话 这款杨家将呢 并不算很差 虽然他从头到尾的敌人啊 就没几手 打起来呢 也比较无聊 但是手感啊 还说得过去 作为一个箱桥游戏啊 它并没有差得让人觉得要吐 是一坨中规中矩的屎 接下来一位 水浮风云传 依然是弯弯出品 这个游戏咋一看呢 完全是抄袭卡普空的名作 原创武士 选人界面的三名角色啊 完全对应原创武士里的三人 使劲 就是原创武士里拿剑的那一位 护山娘对应的呢 是原创武士里的小黄毛 而李逵对应的啊 是原创武士里的 独自壮汉 这三位的招式啊 几乎和原创武士里啊 一模一样 连重批都有 不过这个游戏里的重批呢 非常的夸张 它可以直接把敌人批飞到 屏幕的外面去 但是和原创武士比起来 这个游戏同样缺少了 一样关键的要素 防御 防御是原创武士的核心系统 合理的利用防御反击啊 是后期能够存活的关键 一味的进攻呢 则必死无疑 这也是原创武士 跟其他动作游戏都不同的地方 可惜在这个游戏里啊 防守反击没了 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 杀杀杀的动作游戏 这个游戏里的敌兵呢 一开始也都是从原创武士里 穿越过来的 但是紧接着更多 别的阶级游戏里的人物啊 也纷纷登场 比如吞噬天地里的叉子兵 弓兵 过了一会儿 快打旋风里的铁头猪也来了 不仅仅是小兵 游戏里的boss呢 也是从各个卡普风的游戏里 穿越过来的 比如这一关的boss 无论长相和动作啊 都和吞噬天地里的理点一样 这一关的boss看外形的 好像是原创的 但是土火和扔炸弹出卖了他 这不就是下猴蹲吗 而这一货呢 不就是快打旋风 二里第一关的boss吗 不过他比快打旋风里的那位啊 还要疯狂 会不停地跳起来 用屁股堆压你 当然了 作为模仿的最多的一款游戏啊 各种原创武士里的boss呢 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这个拿双刀的家伙 换了个马甲 就直接客串演出了 在游戏的中期啊 我又见到了这座熟悉的钻桥 你马怎么又是这里 紧接着呢 不用想 肯定又是这个着火的场景 我很想问一句 这两个场景到底有什么魔力 如此深得山寨厂家的青睐 被各种不同的山寨游戏啊 拿来使用 当然了 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 经常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咦 这个地方 我好像在某个游戏里见过 但是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 平心而论的话 这一款水浒风云传 虽然丢了原创武士的精髓 但是呢 它也增加了一些原创武士没有的要素 比如战斧里的放雷系统 还有各种别的游戏里 穿越过来的角色等等 最重要的是啊 这个游戏的手感居然相当不错 可以说是无限接近原创武士的水平了 在我玩过的各种山寨游戏当中啊 它是除了九人街霸之外 最令我眼前一亮的作品了 所以要我评价一下的话 那么它是一堆散发着青草的荒香 同时上面还插着一朵鲜花的 屎 喜欢老孙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点个关注 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 每周我都会在iPad上进行一到两次的更新